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大盘股市出现了上涨 但是中小板块却依然是不幸出现下跌 尤其是以深圳为例 深圳指数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是下跌了0.4% 并没有呢冲破一半零五百点大关 那么在欧美国家的话呢 在上周五欧洲方面英国法国和德国有小幅的下调 平均幅度呢在0.1%至0.2%左右 而美国股市在上周五则再创新高 其中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0.47% 达到了历史高位 这也是道琼斯指数连续三天创出历史新高 那在其他方面呢黄金和石油在上周五分别上涨 大约是1%左右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上周五的晚上 由于美国的这个非农数据啊 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 导致非美货币呢是大幅上涨 其中澳元兑美元更是冲上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价 那么另外在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的是呢 在上周五中国举行的啊 这个中国版的央行会议 也称之为呢叫做中央财经工作会议 那么可能呢我们对于这个会议不了解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会议啊 以为啊啊听起来这个会议就像是千千万万中国召开的会议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在金融圈看来的话呢 这个会议应该说就是中国版的美联储会议 或者呢可以说做中国版的欧洲会议 那么其实这个会议我们总的来说就是呢 要制定中国未来金融发展规划的方向 或者应该说呢 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财经会议 他并没有之一 因为呢我们知道其他国家大部分的所谓的这个央行会议啊 联储会议啊 主持人呢也就是美联储主席或者是欧洲央行的行长 但是这一次这个每年的这个中国财经工作会议啊 金融工作会议啊 其实主持的是中国的老大 所以我们今天来整体简单解读一下在上周末开会所讲到的内容 那么由于呢很多内容是偏于官方文字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通俗欲懂的语言来跟大家说 总共来说呢是分成了以下几块 第一块就是说到呢需要改变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 我们知道呢中国目前的之前的货币政策呢 是整体以宽松为主啊 包括了印钱降息降准等等啊增加信贷 但是由于我们知道呢现在呢啊 这个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整体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 已经逐步收紧 换句话说 他们其他国家的银根正在收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人民币想要呢啊 这个和其他的特别是美元欧元这类货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 那么就需要改变由之前的宽松啊逐步向欧美发达国家所靠拢 即便是不用向他们靠拢的这么快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需要做出调整 如果中国继续是保持宽松 而欧美国家呢保持着收紧 这样来说两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会越来越大 相应的话呢 这个两国货币的汇率差也会逐步下达 所以在我们知道2016年年底制定出来的这个保汇率的方针 这个指引之下 人民币为了保汇率就不得不调整目前的货币政策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是说到了去杠杆 我们知道之前呢 特别是去年和前年说到的是金融去杠杆 现在已经从金融去杠杆进一步扩散到了经济去杠杆 这个中间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们知道金融去杠杆很多程度 很大程度上呢 是仅仅局限在金融领域 包括银行 证券 基金 这一块 但是你如果说到了经济去杠杆 就是要把经济中原本由于杠杆作用下的很多水分 把它去掉 那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个变化就相当的大了 第三块呢 我们知道在地方债务上面 目前中国的地方债一直是国外投资者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也是中国之前的国家评级被降级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在这次会议中 针对中国的地方债问题 也提出了要坚决遏制和减少地方债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你要把A股推向世界 如果你要把人民币推向世界 就势必需要国外投资者来购买人民币资产 那如果这个地方债的事情不搞好 毫无疑问的是呢 投资者心里会始终怀有这个芥蒂 那么对于未来人民币的估值和A股的估值都非常的不利 因此在这次会议中呢 也着重提出了希望把地方债务的这个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 那第四点呢 说到是未来中国将会成立一个综合性的监管委员会 称之为呢 金融改革发展委员会等等 不管它是什么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是架龄于保监会 证监会和银监会之上 也独立于中国的央行 它是一个 我们叫他们把它称之为是混合监管 也就是说这一个独立委员会 可以同时监管银行 证券和保险 三大财经板块 那么所有这以上说的这些 对于我们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说 有什么作用或者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那如果你的所有的投资都在海外 那可能呢 影响还不是那么大 如果你对于中国的股市 或者对于中国股市未来 有想法要投资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央行的这个财经会议所散播出来的内容 就值得我们去推敲了 首先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啊 中国在金融改革上面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全民金融啊 草根金融全民创业 包括呢这个互联网经济等等等等 其实说白了都是利用杠杆最大化 希望利用这个杠杆撬动金融来帮助实体经济发展 但是在2015年的股灾啊 以及呢过去几年的这个证券行业 包括银行机构这些的啊 一个个的事件爆发出来以后 以及呢像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 像啊乐视集团遭遇危机 万达集团被卖出股份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都引申出了一个变化 是什么变化呢 就是从之前的啊 我们说到的支持全民创业 全民金融啊 互联网金融等高杠杆金融 逐步现在要转型转到了实体经济啊 如果把实体经济再说的透一点 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所以在这一个整的方针制度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过去的半年里 什么股票涨得最厉害 并不是中小板创业板 而是上海的篮球大盘股 或者说央企龙头股 所以说这整一个投资环境 在发生的变化啊 万达出售他的项目 乐视集团也被不堪重负 差点就要挂 这种种迹象表明 在目前啊 互联网经济 以及之前的杠杆金融 正在逐步啊 被不能说是被淘汰 至少说不会得到以前这样的大力支持 所以如果我们要投资 现在一定要看准方向 要考虑的 首先重点就是蓝筹大盘和样起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产品啊 今天说的呢 是上周的明星货币澳元 我们知道澳元呢 在上周连续五天都出现了上涨 从0.76 一路是上涨至0.7830 涨幅超过了230个点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元似乎在这个0.7810附近 遭遇到了这个强大的阻力 上不去了 而且呢 似乎有下跌的可能 从这个图形来看 目前澳元在短期上面 如果一旦是跌破了0.78 那么将很有可能会有30点以上的下调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把澳元放成过去三年的时间来看 澳元目前还是在过去两年的最高价 也就是说他一旦再创新高冲破了0.7830 澳元将很有可能出现更大的涨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着和铁矿石的价格一起来看 现在铁矿石大约是480人民币一吨 如果铁矿石价格重新回到了510以上 那我相信 我们对于澳元可以从之前的看空 开始发生战略性的转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 最后呢 投资者在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白天中国的GDP数据已经发布 是好于预期 那么到了晚上7点钟 欧洲方面欧元区将会发布他们的核心通胀数据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